马穆青老师是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他的研究方向是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 马老师非常擅长利用这些高科技的科研工具以及应用软件 对应用语言学理义做一些量化的研究分析 多次为我们的高校外语老师进行相关的软件的一些培训工作 马老师还在核心期刊多次发表论文 并且由两片是被国际期刊所引用的 他主持了厅局级的课题三项 还参与了国家级的课题 以及一些国家级的规划教材的编写工作 马老师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演讲的题目就是 前面多次会被黄老师提到的 Site Space的一些应用与分析 那让我们用热的掌声欢迎马老师 我要用那个演讲 我要用那个演讲 在哪里 各位老师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宁波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Site Space的一个应用和分析 那么关于这个软件呢 大家首先也有老师比较熟悉 有些老师可能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不用考虑它这个版权 那不过是不是要花很贵才能得到 其次呢 我想今天上午那个阳港博士 从这个科研论课题的申报 每个方面都给大家做了好好的一个解释 那么其中有一点 如果老师还记得的话 应该是我手上还拿着他早上的那份材料的 第二点当中有一个叫国内外研究的学术史书理和研究动态这一块 就第一页的前面这里 那么很多老师当时让大家马上去写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是吧 一下子能掌握这个 我想要研究这个领域的 这个研究动态 研究前沿 发展趋势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可能很多老师都存在这样的困惑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接下来这个软件的一个介绍呢 可以帮助大家很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 也能很快地 很精准地能定位 就是我想要研究的这个领域 到底他现在在研究什么东西 研究热点是什么 趋势是什么 然后呢 哪一些是经典文献 也就是我进入这个领域 我必须要读哪几篇文献 经常有老师会问 谁谁 比如说陈老师啊 我对你这个研究领域啊 特别感兴趣 我真不知道 你介绍我几篇 几篇书吧 我应该看哪几本书 或者我要入这个门 我要看哪几篇文献 这种问题 可能很多老师都问过 但今天呢 我们下午的这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用这个sign space 半天时间 就可以大致上了解一下 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动态 但今天下午不是具体告诉大家 怎么去操作啊 这个操作呢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一个操作手册 那当然现在也出书了 那么今天下午呢 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哪些领域 可以用到这个软件 包括我们出来的一个图谱 怎么去解读 还记得吧 今天上午那个 阳感博士的这个PPT 有这么一页 我不知道当时 老师对这一页 这个看到这一页以后 有什么感想 是不是觉得很高大上 特别的奇怪 怎么会有 这个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是吧 这个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好像这个图 我应该怎么去解读 今天是上午的时候 阳感博士 他在这个PPT里有这么一页 当时我不知道 老师是不是马上就看得出来 这一张 通过这张图 大家知道了什么 这个图到底是什么做的 这个就是用SizeBase做的 一键生成 只要你按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其实 不用觉得特别 特别觉得太高大上了 这个我肯定做不出来 一键生成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午 看一下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那今天下午呢 我主要是分四个主 四个部分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SizeBase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具体怎么操作 我就不讲了 但是有一些关键地方 我会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看啊 这个SizeBase的一个软件介绍 这个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用SizeBase 它主要的一些步骤是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就是我们原来用关键词据类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做 我了解我们的研究动态 或者研究趋势 还有一种呢 就是目前主流的 用SizeBase做这个文献中述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一个范式 主要是 下午我主要是把 重点放在第三第四这个块 就实际案例当中 大家怎么使用它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SizeBase 我刚刚也一直强调 免费软件 开源的 基于Java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大家现在如果有电脑的话 你马上可以下载 在这个百度上去搜索一下 我要下载最新版的SizeBase 它事实上是由这个 陈超美教授 和这个大量理工大学的 某一个 这个YSG 是联合开发的一个 科学知识图谱的一个软件 可视化软件 那么类似的这种做 这种科学知识图谱的软件 不只是由这个SizeBase 这个大家要知道 比如说现在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叫 BBI Excel 叫BBI Algorithm Excel 有这么一个软件 跟它类似 但是 更容易上手的就是这个SizeBase 好吧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来 作为一个例子 好 我这里呢 花一点点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工作原理 这个大家 跟大家讲一下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通过 一键生成 就可以了解 这个领域 到底它的研究动态是什么 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 它的前沿是什么 那么这个领域是怎么发展 它这个整个一个流程 近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那么这个领域到底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是这样啊 这个是 陈上美博士 他自己的一个介绍 里面就讲了一个叫 就研究前沿啊 指的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思想现状 了解研究前沿就是追赶科学 发展和科学家的一个管理者的一个关注重点 那么我怎么知道科技前沿 这里有一句啊 是由一组新进研究成果 即高影评文献 比如说三十篇到五十篇这样的高影评文献 就可以构成和揭示这个学科的一个前沿和热点 那举个例子就是说 近十年来 比如说外语现在 叫这个 比如说英语写作 叫ESL写作 近十年来的 它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那么我们可能会搜这十年当中 跟英语写作有关的一些文献 那么通过这些文献 哪些文献被引用的频率比较高 那么我们对这种引用频率比较高的这些文献 进行研究的话 我们就发现 这十年对英语写作主要的热点是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 国际上比较惯例的做法 怎么去研究它 一个就是共背影文献的一个剧类 第二个呢 叫共背影文献剧类和引用这个剧类的文献 听起来很复杂 听起来很复杂 我们用简单一点 就下面这张图 我把这张图放大以后 大家看一下它的原理是什么 上面这三篇文献是最简单的 就是我这十年来 比如说写英语写作 频率最高的 引用频率最高的这三篇文献 这个叫research prompt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研究前年 那么这三篇文献 各自都会引用其他人的文献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比如说第一篇文章 它引用了一篇二十年前的 跟写作有关的 二十年前的一个前人的作品 就是下面这一块 就是这一块 这个第一篇文献 它引用了这么多 第二篇文献呢 事实上它和下面的 一些引用的文献 有重合的地方 第三篇文献也有重合的地方 那么好了 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些被引用的文献 有重合 而且形成巨类的话 就cluster 比如说这个是clusterA 这个是clusterB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一块 那么这几篇重要文献 就成了它的 intellectual base 所谓的知识基础 也就是 你要了解这个领域 你必须要读这几篇文献 这几篇文献 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工作的原理 你人工可以做 但是如果上面是100篇怎么办 现在是三篇你可以做 30篇怎么办 50篇怎么办 side space一键生成 就是它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把你做好剧类 就cluster可以给你找出来 然后上面的cluster 也可以给你找出来 你就很快地就 可以定位 你要读的文献 包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关注的一个热点是什么 就干这个 这就是实际上它的工作原理 你比如说现在做这个 有些老师对社会文化理论感兴趣 就写作的时候 对不起 就讲到这个社会文化 什么社会文化理论事与下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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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讲到这个的时候 你肯定会要引用什么 维果斯基啊 像Lantoff啊 像Valaya 像这种人的文献 那么这种人的文献 肯定会在下面的cluster 以它们为代表的 某一个剧类的代表性文献 这些文献你要读 而且要引用 就像今天 像我那个杨港博士说的游戏 那么近几年来 比如说这个领域 我所感性的这个领域 它的主要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事实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东西 可以很快速的定位 好 Size Space能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个 在某个领域当中 哪些文献具有开创性 标志性的 在某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中 哪些文献起着关键的作用 哪些主题在整个研究领域中 占据主流地位 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 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张图 看到中间那个article 它事实上是一个跨的 它既跟前面的第一个cluster 有聚集要的地方 跟后面那个cluster 也有聚集要的地方 它事实上就是跨了 不同的一个研究内容 最后这一个 也就是最重要的 基于一定知识基础的 研究前沿 是如何发生演变的 大家知道研究前沿是动态的 比如说十年前 它的研究前沿 可能到了现在就不是了 那么十年前的研究前沿 到了现在它变成什么了 这个呢 从通过Size Space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 这里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希望大家记一下 第一个叫知识基础 所谓的知识基础 实际上它们反映的是 研究前沿中的一个概念 在科学文献中的吸收 利用知识的一个情况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字体的关系 可能到这儿也就字体变成变化了 事实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事实上知识基础就是这个领域最早的开山鼻祖 你的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英语写作 或者社会文化理论 比如说这个词 社会文化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这六个词是哪里来的 我们要追根溯源 那通过我们这个 Asset Space这个软件 很快地定位 我这个知识领域 它的主线是谁 然后慢慢地怎么发展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 指的是表现为涌现的 诗影文献的一个群组 那么诗影文献叫 Citing Articles 我们跟在前面的那张图里面 就上面那三篇文献 叫Citing Articles 而在下面叫Citing Articles 叫背影文献 上面叫诗影文献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讲 那么就是有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叫知识基础 一个叫研究前沿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的知网的C刊这里面 搜到的关于用Site Space 发表的一些论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你看 大数据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文献的定量研究 基于Site Space的文献计量 可说法分析 题目很大 那么第二个你看 国际信息化外语教学研究 发展动态 热点以前年 那这个是今天上午这个我们那个 简单的故事 提出来过了啊 对不起 你看第三篇 关于这个ESP研究的一个国际动态 第四篇 以料库语用学研究的国际热点 这个是发表在那个叫 现在外语 现在外语上 国际以学术英语写作研究 包括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 叫美国教育政策杂志 作者分布和合作状况的可视化研究 大家看看这个题目 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什么 可视化 都有可视化 对 这是一个 都有可视化 这三个字 对 还有吗 这是发表在C刊上的 我只能说就是CSCI上的 有一些这个核心机卡 但还有一些普刊上面的那些文献 我都没有把这个题目弄出来 这是发表在C刊上 我们相对来说 这个质量比较高的一些文献 大家发现还有什么特点没有 热点 对 对 热点有前沿 有动态都有 还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以国际为主的 很少有国内的 是吧 有没有发现没有 发在C刊上 主要是以国际为主的 很少有国内的 为什么 我等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内 现在做不到这个 cited reference这一块 就是我们国内的题录下载下来 很难下载到 它引用了哪些文献 我们用CNCK下载下来 我们可能下载到它的 它的关键词摘要题目 但是某一篇文献 它后面引用了二三十篇文献 到底是什么 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了 所以说我后面我会跟大家讲 到底怎么做 为什么都用这个国际的呢 因为我们按照国际的范势 就应该要看到它 某一篇 比如说近五年来 有一篇文献 国际上有一篇文献 或者国内有一篇文献 它背影用评词非常高 但是这篇非常高的 背影文献当中 它引用了哪些文献 那么在国际数据库 叫Web of Science 上面是有的 但国内没有 所以说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 国际是会比较高 还有一点 大家发现 它这个题目都比较大 如果传统的 让大家去写文献中数 你出现这么一个题目 ESP研究国际 什么什么文献中数 很多老师觉得 这个题目会太大 我们写文献中数 一般都是聚焦 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诉我们 narrow down 到你这个非常相关的 和你这个研究相关的 那个角度 但是用SizeSpace 因为它是软件在后面支撑 你收集到的这个文献 提录数 几百篇 几千篇 基本上在一千篇以上 它能快速地跑出来 但人工做不到的 所以说会出现很大的题目 你像这个就很有意思 一篇杂志 它实际上收集到的资料 就是某一篇杂志的 近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所有的题目 都把它收集下来 保存下来 然后通过软件 一跑 一键生成 你很快就能发现 它的一个规律 这个是我们在SizeSpace 目前 目前它的一个应用 那么今天下午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以后我们国内的东西 应该怎么做 原来我们国内是怎么做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怎么做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讲第二个内容 就是它的一个步骤 我们用SizeSpace的一个步骤 SizeSpace的应用步骤 分成四步 数据的准备 也就是你要从 什么 从数据库里下文线 对吧 第一步 文线的检索 数据保存 第二步呢 系统使用 这个呢 今天下午不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这个 有点 有点费时 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电脑里去调整它的一个图啊 图怎么样好看啊 然后参数应该怎么设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第三个呢 也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重点 就是图出来了 So what 图跑出来了 也很好看 看起来就是特别高大上 So what 怎么去解释它 怎么去解释它 对吧 这个是今天下午要讲的 最后呢 要有个结论 就是你的 要研读你的引文 也就是我所谓的那个 经典文献 你要出现 然后呢 分析结论 这个结论呢 你要有一定的概括 规大能力 好吧 还有就是咨询专家 这个我们今天不是重点 我们今天下午呢 主要讲 后面两块 就是数据准备和图笔应用 这两块 好 数据准备 数据准备分三块 就文献检索 文献下载和数据保存 这个呢 我稍微花一点时间 因为很多老师在数据 文献检索这一块 会有问题 好 我们先看英文文献 就是说 我今天刚刚也讲了 为什么国际研究动态 那么多人发表 因为它有个非常好的数据 叫Web of Science 因为现在目前应该 很多学校都买了这个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现在叫Web of Knowledge 你们可以自己回学 自己学校看一下 你的图书馆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数据库 这个是通用的 不好意思 最下面这个Web of Science 如果没有 如果 这个是万一大家没有的话 某宝上大概就 一二十块钱有个账号 这个我不确定 但是应该大部分的高校会有这个 那么进入这个数据库以后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Web of Science 这个核心数据库 核心核集这么一个数据库 因为只有从这里面才下到英文 好 第二个呢 搜索条件 这个框对大多数老师来说 应该并不陌生 但是真的能用好这个框的老师呢 却不是很多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什么 缩小你的解锁范围 然后呢 千万记住 要重敬你的关键词 好吧 就重敬你的关键词 就你要搜索 你比如说 我等会会举个例子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要研究这个翻转课堂 那你要对翻转课堂所有的表达 比如说 Flipped Classroom是最早的 是最常用的 但我用Flipping Classroom的形式 用Inverted Classroom的形式 国际上都有这种表达 所以你要穷尽所有的表达 好吧 这一块啊 然后呢 用好布尔这个逻辑符 有些老师是会用这个 就是End All 跟Not 这三个 中文里面就是 或 并 不函 是吧 这个你用CNKI的话 应该就这三个 用好这个 最后一个就是时间跨度这一块 那么比如说你要做十年的 那你就跨十年 你要做二十年的 你就把它设成哪一年到哪一年 是二十年的 这样完了以后 还有个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的是Article 你如果是英文的网页 我不需要Review Book Review我也不要 我只要Article 好吧 Thesis 什么什么 Dissertation 我都不要 我只要Article 这个就是用Sight Space 只用Article 就是期刊文献 这个类型 好 这样完了以后 这个是我们英文文献 到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稍微提一下 因为上午这个 我听那个杨港博士讲的时候呢 他讲到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参考文献啊 要有一个跟踪最新的一个参考文献 大家应该还记得啊 他说如果两个月份提交你的 那个 这个申请书的话 你最好你的参考文献能引用到一月 一月份的有新发表会最好 那么怎么去跟踪最新的 这个期刊的 比如说你这个 怎么去跟踪最新的一个期刊信息 Web of Science 上面专门有一个定制 比如说你以这样的搜索式搜好了 你马上去建一个链接 就是说我需要每周 这个Web of Science 给我的email发 我的搜索条件下 这一周有没有新的更新 你比如说你这个搜索式 你那一天搜的 比如说今天搜的 我搜到了一千篇 一个星期以后 有没有新的出现 有新的出现 你就发到我的邮箱里面 这个可以定制一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半年都可以 这个就是帮助你最快的去跟踪 你的搜索式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 这个Web Science 上是有这么个功能 当然其他国内的也有 国内的数据库也有 这个是帮助大家去做 跟踪最新的文献 英文文献是这样 中文文献我们先做CNKI CNKI大家最熟悉了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CNKI 那么CNKI的话 我们一般 我相信很多老师一打开 这个CNKI 马上就是它在主页上面 那个框里面去搜了吧 一般还是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一般点那个高级搜索 然后进去以后会出现这么一个页面 如果用Size Space的话 我们会选择这个期刊 选择这个期刊这个页面 好 搜索条件跟上面一样 跟那个英文的搜索画面一样 年限也一样 年份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来源的话 来源的话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们要用Size Space写论文 我建议大家这个来源呢 选择核心期刊 或者CNKI 那这样有一定的保证 如果你仅仅是想了解一下 我感兴趣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动态啊 经典文献啊 它的热点是什么 那你可以选全部期刊 但是你如果要以这个Size Space 整个写的论文的话 我建议是后面这两个 勾选后面 或者在来源期刊这里就定点 你就要搜哪几篇期刊上的 就在这个地方去选 我就要搜这个外语类的核心期刊 外子头的九本期刊 那我就在这里全部勾选 这里可以勾选那个期刊名称的 这样的话就更精准 好 这个是我们的CNKI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CSS CI 这个现在很少做 就是今天我听给大家讲的 我今天这个整个 今天下午的讲座 主要围绕着中文期刊 怎么去做这个Size Space 怎么去看它的研究热点 所以呢 我现在比较推崇就用这个CSS CI 因为CSS CI 它的这个 就南大核心 南大的这个数据库 它呢是可以下载到它的引文的 它可以下载引文 CNKI是下不到引文的 好 它这个前面也是一样 这个搜索页面没问题 这个发表年线没问题 那么就注意这里 每页显示50这样的文 你可以最方便 最快捷的方式去搜索到 你想要的东西 好吧 现在如果要跑 目前的一个主流的范式 我们是用CSS CI 来做 而不用CNKI 来做 因为CNKI 只能跑关键词 CSS CI 可以跑 背 共背文献 好 这个我们讲完了以后呢 数据准备这块我就不讲了 奇怪 因为 今天不是操作层面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需要设几个空的目录 这个我们就 对 差不多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可以记一下 以后真的要自己做的话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可以给大家节省一些时间 好 下面我们呢 就拿两个具体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是关键词之类 一个案例分析 那么这个是本身我自己的一个 博士论文里面的一个chapter 就是教育信息资源的一个研究热点 近十年 因为那个时候的CSS CI 它还没有现在那么强大的功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用 CNKI 的关键词来跑 好吧 近十年教育信息资源的研究热点 你看我当时是怎么做的 就是你如果要用Science Space写篇论文的话 你要注意几点 这些东西都要交代清楚 你的数据库是 来源数据库是什么 对吧 我当时比如说是中国之网 CNKI 的史莱主 你的检索时间是哪一天 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那天检的检索的话 你应该检索的东西跟我是一样的 一定要非常地交代大家 就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复制 就是你的搜索条件 我也检得到 你也检得到 然后呢 我是它来源 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我最好是用CSC CI 或者是用核心期刊 但是我当时就是检索条件 就精准定位九种教育技术类的核心期刊 那这九种期刊是分别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呢 加上我的一个主题 主题等于学习资源 信息资源 学习数字化什么资源 数字化教学资源等等 最后实现了一个模糊匹配 我不是精准匹配 我用模糊匹配 这样的话呢 出来以后 它会跟它类似的一些关键词 它就会给你 也是收入进来 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搜索的时候 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 有一个主题 一个题名 一个关键词 一个摘要 很多老师都是提名里面 有哪个关键词就去搜了 你们现在去CNK 就是中国之网去搜的话 很多老师一开页面 首页里面就把你的关键词打进去了 是吧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用主题 因为主题包括了提名 关键词和摘要 你如果用提名 那就是题目里面出现某个关键词 如果你选择的是关键词 那也就是keywords那一栏 出现什么 它收入进来 那么当然你可以选择摘要 只要摘要里面出现哪个词 它就收入进来 但主题包含了 我刚刚说的所有东西 中文主题词等于什么 不管中文英文都是这样 旗帜年限我是选了17年到18年 那么最后文献我当时收到是1415篇 1415篇 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CNK搜索到以后 切记要把那些什么会议通知啊 约稿通知啊 这些都要排除掉的 你用CNK搜索 我经常会收到这些东西的 约稿通知 特刊 书评 什么会议通知 这些东西都要排除掉 我只留什么 只留期刊文献 只留期刊文献 那么这个筛选的过程会比较 慢 会比较慢 也就是说我们用SizePay虽然一键生成啊 但是前期的这个文献的一个搜索和保存呢 可能花费大家至少一半的时间 就是保证你进入到我软件里面的文献 或者一个数据要干净 不能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 进来以后跑出来数据才会准确 好吧 好 我当时因为是用CNK来做的 所以我用了一个手 以关键词作为节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用关键词作为节点 我的节点类型是以关键词 就每篇文献当中的关键词 那么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是这样 依据是这样啊 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理解 就是词评分析法 就利用能够理解表达文献 这个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个领域 确定该你们的研究热点 和发展动向的一个文献计量方法 高频关键词 反映了这个学科的研究热点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就是这十年当中 哪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说明它是个研究热点 是吧 这个应该很多老师也 就不一定用SizeSpace跑 有些老师研究这个语料库的 用OnConc也能跑出来 有些老师会用Envivo的 Envivo也能跑 但SizeSpace最快 它只要一键就生成 那些还要分磁啊 还要把它什么要排版 要分磁啊 但SizeSpace一键也生成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也就是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说明它研究的这个热度越高 那么好 接下来呢 就研究热点从两个地方体现 一个就是关键词的贡献图 一个呢 关键词的聚类图 好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贡献图 也就是我数据都倒了好了 什么都不干 我现在要点那个Run 我们所谓的跑啊 点那个Go 我点完了以后 出现了这张图 我什么都不敢 我就点了Go 出现了这张图 跟今天上午那个 杨港博士给他展示的那张图 有点像 只不过我是换成了中文 今天上午它是英文的 那么通过这张图 大家能告诉我看到了什么 看起来好像很乱 跟那色盲检查本一样的 是吧 看到了什么 有些字大 有些字小 有不同的圈是吧 有不同的颜色的圈 有些圈大 有些圈小 还有呢 有些词离得比较近 有些词呢 离得比较远 好 跟大家解释一下 字体的大小 表明它背影的 频次的高低 字越大 说明它背影的 频次越高 这里我们可以很快地发现 有三个词最大 一个是学习资源 一个是移动学习 一个是教育信息化 有些同学 不好意思 有些老师可能读图能力不是那么强 放心 相应的后面都有excel表在后面 你不知道哪个词最大的时候后面都有excel表 你只要一按它马上就导出excel表来 从高到底怎么排列的都有 只不过这个图呢很快很直观 如果你能看得懂这个图 还有就是这几个词之间的距离啊 你比如说这个学习资源和这个什么网络学习空间离得比较远 说明什么 说明它们贡献 你还记得吗 这个是一个贡献图 贡献叫co-occurrence 就是它们一起出现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我现在写了一个AA文章 这个文章呢 我一共有五个关键词 其中呢 学习资源是我的一个关键词 然后呢 移动学习也是我的一个关键词 还有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我忘了 你也写了篇文章 你也有六七个关键词 但是你这个六七个关键词里面 也有学习资源 也有移动学习 就是说移动学习和学习资源 经常一起出现在别人的这个关键词里 这个叫贡献 出现贡献的频次越高 它们两个之间的距离越近 贡献的频次越低 它们两个词的距离越远 这个是贡献 就是它们的一个距离 还有一个颜色色块 就是这个色块是这样 一层一层 等会我会换一张图 可以看得更清楚 色块就表示 一个颜色代表一个年份 哪一个颜色的厚度越厚 说明那个年份 它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哪些层次越低 它说明它那个年份 出现的频率越低 还有连线 连线的颜色就表示 它第一次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 是出现的哪一年 这些就很神奇 但是我们都一样 我刚刚说了 你如果读图有困难的话 后面有Excel Excel表可以告诉大家 通过这个 这个就是Excel表 你看移动学习 学习资源和学习教育信息化 这是高频词 后面还有这么多的高频词 这个是频词 首次背影的年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因为是08年到17年 10年时间 你们看基本上 这些高频词 都是从08年开始出现的 但是这个MOOC 是2013年开始出现的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吧 因为2012年被认为是MOOC元年 从那以后 2013年突然之间 这个MOOC特别多 出现了 这个是国内教育信息资源 高频关键词 前20位 我只是给大家列举了前20位 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还不行 还不行 这个就是太直观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一个什么 巨类 也就是我们用SizeSpace 做的最好的页词 还记得吗 Cluster 我最早的时候 上面三篇文献 下面三个圈 这个的Cluster 这个才是SizeSpace的一个关键 它能告诉我们 最后它跑出了几个圈来 色快 现在我们就讲色快了 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什么 什么叫巨类 不好意思 能问一下 老师对这个巨类有没有概念 什么叫巨类 什么叫巨类 我们刚刚看到了 好多关键词是吧 那么这些关键词 怎么会走在一起 巨类身上就把什么 事实上就是物以类聚嘛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原来在别的学校 我喜欢做这个 我们很多学校老师 都有一些科研团队吧 有些是翻译团队 有些英语语言学团队 有什么文学团队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团队呢 把这个各个老师都 都归在每个团队里面去 那么为什么 有些老师说 我的硕士论文 写的是文学方向的 那么我的感兴趣也是文学 那么我要到文学团队去 你们几个老师之间 有那么一个共同点 就会让你们这几个老师 聚在一起 这个叫巨类 同样我们这个 Size Space也是一样 通过关键词巨类以后 告诉我 不好意思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星号 这个数字后面 这几个字啊 这几个红色的字啊 不是我写的 是系统自动 自动跑出来的 系统根据一个语意分析以后 我给你跑出来 你这个巨类叫什么名字 不是我写的 是他记录的 你们可以看出来 零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一号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一个 对这个群体之间啊 他给它一个标了一个名称 那么巨类会有重合 就像我们有些老师 我在应用语言学这个团队的 但是呢我也喜欢翻译 所以我有时候会到翻译团队去 所以呢 巨类会重合 就可能有几个老师 他既是应用语言学团队 又是翻译这个团队 又是文学这个团队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色块呢 集中在中间是吧 那么相对独立的色块 我们看这个色块 深度学习这一块 跟其他几块呢 好像脱离得比较远 这个是相对独立的 因为重合的地方不是很多 这一块也是微视频 那个因为是17年做的 还有学习行为分歧 跟其他的重合的比较少 这个叫巨类 好 巨类完了以后 我们对巨类呢 做一个总结 大家看一看啊 第一个巨类 它的命名呢 是叫教育信息化 因为它这个出现的频率越高 而且它是一个经常跟别人相连接的 那么这个剪影度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参数的一个解读 只要是大于0.5 一般都属于巨类比较成功的 我们看啊 在这个标识词里面 我们出现了什么教育信息化 现状基础教育信息化等等等等 后面还有 我们有列 那么我们原来的做法 也就是我比如说18年的时候 我写这篇 这个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 对这个巨类里面的关键词 进行总结提炼 然后我就认为 这个巨类主要研究的是 学校信息化的发展现状 遇到的问题 以及解决的策略 因为后面还会有很多 我这里只是列举了几个 巨类一也就是第二个巨类 它是以木科为代表的 那么根据对它这个巨类里面的 这些关键词的一些研究和总结 归纳以后我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是以木科为代表的 新型的信息资源的一个组织形态 像范在学习啊 学习语言啊 木科等等 要对这个叫做关键词啊 这个巨类里面的关键词 进行归纳 进行总结 这个是原始的做法 好 一共聚了七个类还是八个类 我这个不讲了 有些巨类之间可以合并的 我们发现有几个巨类 事实上研究的是相似的东西 那么你人工呢 要对它进行一个和平 好吧 好 完了以后我们看啊 好 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啊 就是我们的巨类就告诉我们 这几年 教育信息资源主要原因是哪些东西 那么还有 还有一个呢 就是教育信息资源的一个前沿主题 我们这个是通过一个关键词的突现 和关键词巨类的一个时序图来表示 那么突现这个概念 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英文叫burst 我们后面会看到 这burst或者burstness 突现是什么概念 突现是这样 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十年来 二十年来大学英语 只要写到论文 大家都会把大学英语 作为一个关键词放在上面 是吧 这三十年每一年都有 大学英语这个关键词出现 但是突然之间你会发现 在07年的时候 大学英语作为关键词 它出现的频率 明显高于其他年份 它的频值突然增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系统里面就反映出来 那一年大学英语 作为一个突现词出现 说明那一年 它是一个研究热点 2007年的时候 大学英语是一个研究热点 因为它研究它的 突然增加 为什么呢 后来我们回去看了 发现2007年正好是教改 大学英语一个教学改革 所以那一年特别多的文章 都是集中在大学英语里面 特别是大学英语改革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突现词的变化 来找到我们的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跟研究前沿不一样 研究前沿事实上 跟研究内容是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 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就刚刚我们那个 巨类出来的那些标识词 就是内容 但是热点不一样 热点是动态 大家看一下 研究热点是 这个是根据这个burst的词 出现以后我们发现 08年的时候 哪些是凸显词 09年哪些是凸显词 15年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深度学习 SPOCK 这些是凸显词 那么在系统里面 今天上午 大家如果看到 那个杨博士的这个PPT的时候 我应该会看到这样的图 对吧 这个也是系统一键生成的 这张图怎么看 你看啊 我突然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它呢 是一个凸显词 首先它确定是一个凸显词 它的凸显词 从08年到11年 看到吧 后面是 08年开始到11年 它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课程整合 这个关键词啊 在08年开始 它的数量增加 特别多 而且呢 这个数量增加呢 剩余了三年 从12年开始 它的热度就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08到11年的时候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是这个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后面我们看 每个年份都有 你看中期啊 我们这十年当中的 中间这个期限 你看啊 11年到13年 这几个词 成为了研究热点 对吧 11年到13 14年的什么教育学设计 微课 翻转课堂 13年到17年 一直持续是一个研究热点 那么到了这十年的后期 我们可以看到 智慧学习 木克 什么深度学习 Spark 范载学习 一直延续 从15年到17年 一直延续 甚至我们在最后这里 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预测 是吧 这个趋势就可以 从这个地方可以做出推测来 比如说学习分析 深度学习 范载学习 或者Spark 将来会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一个趋势 这个热点还会持续下去 就通过这种图 这个也是一键生成 这不需要你去科学习的去画这个东西 这个很诡异的一个图 不用爬 这个不用爬 你看 右边 右边的这个 这个事实上的 01234 最右边 我们大家看见他们这样 就这里啊 0是教育信息化 1是目科 2是这个远程教育 就是刚刚我们巨类跑出来的 还记得吧 我们巨类就那个新号 01234那个 跑出来那个东西 就是研究前沿嘛 我们讲的是研究前沿 或者研究主题嘛 我这个领域主要是研究什么东西嘛 这张图 Timeline这张图 就告诉你 这个研究主题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这个主题啊 我们现在虽然给它命令一个名字 叫教育信息化 但是这个主题最早的时候 信息技术网络 课程 教育信息化为主的 然后呢 一直到了中期 你看这个圈大的说明 它引用品质高了 到了后来呢 教育信息资源开始出现了 然后到后期看 基础教育 共建共享 毕竟圈比较大 说明它引用品质高 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的 教育信息化 把它一个 虽然我命名是教育信息化 但是它这个主题的一个发展历程 是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出来 特别是那些圈特别大的 就告诉我们 有些里程碑式的一些关键词 你比如说第二个是木克 虽然现在我们给它 给它这个名称叫木克 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 它应该叫做一个新型的教育 教育形式吧 新型的这个叫教学模式 那么这个从最早的学习环境到饭在学习 到后面的这个木克到学习员到近期的Spot等等 它这个主题是怎么演进的 演变的 就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研究动态或者是什么学术史的梳理的话 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就你要写这个科技申报当中的这一块 你这一块的一个学术史的梳理啊 研究动态的一个发展 非常有帮助 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出来 放大了就是这样子 鱼眼图 我们或者叫鱼眼图 那小节一下 当时我对小节是这样 就前沿和主题呢 主要是一个是 这个是怎么来的啊 就是我的那个巨类啊 就是那个信号01、12、34啊 比如说是以对学校信息化发展的现状 它在提出的一个解决策略 第二个呢 是以这个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为代表的信息教育资源的形态 在教育中的应用前景和应用实力 第三个呢 信息资源的应用层次 比如说基础教育啊 什么在线教育啊 什么成人教育等等 第三个以学习者为中信息资源为媒介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比如说个性化学习啊 等等等等 那么根据这个巨类 然后呢巨类的标识词 包括巨类内部的一些关键词的解读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是前沿主题 热点趋势 我就根据那个burst 就大家刚刚看到那个burst 哪一年到哪一年 哪个词突然增多了 那么比如说以Sparkley代表的 个性化教育资源的组织形态 以及相应的深度学习 这会是一本信息学习方式的研究 这个是热点 以生态学视角 像移动技术关注回归 回归到学习活动策略效果的重视 对信息资源环境下 学习者学习行为的分析 等等 通过这个以后 我们发现现在主要的关注点是什么 你要研究的东西 是不是能找到它的 所谓的间隙 就是gap 就是从这里 从这个地方分析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找到研究的gap 哪些东西大家虽然关注 但是呢 提的次数不多 慢慢地清起了一些新兴的领域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就是我们中文传统的做法 就是以关键词作为节点 关键词作为节点 有它的好处 简单 比较粗暴 是吧 就是数数 谁的那个关键词多 出现的关键词多 就是它的研究热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即使知道了 这个研究热点 但是我要追根溯源 那么到底哪些经典文献要读 我们没办法确定 大家是不是啊 哪一些 我知道了 现在比如说Spork或者MOOC是一个热点 但我要了解MOOC跟大学英语教学当中 我要读哪几篇文献呢 它没有告诉我 对吧 它不会告诉我们要读哪几篇文献 我要进入这个领域 我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项呢 就是以目前主流的一个应用方式 我们目前应该怎么做 目前因为有人CSSCI的它的一个 对它的数据库的进行调整以后呢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主流的一个应用方式 我自己翻转课堂作为一个例子 好 节点类型呢 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原来刚刚的那个节点类型是什么 关键词吧 现在我们用call叫 cited reference作为我的节点 第一步 对影门共背影的 做一个剧类分析 然后呢 共背影的时间序列图 这是timeline 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timeline 根据上述的剧类分析结果 探寻各主题所涉及的高突现性文献 刚刚我们看到是高突现的关键词 用这个共背影文献的话 我们会发现高突现的文献 也就是突然某一年 某个人的文章 突然被引用的评词特别高 这个叫高突现性文献 后面呢 高中心性文献 这个叫centrality 所谓中心性就是某一篇文献 它做到了一个桥梁作用 什么叫桥梁作用呢 也就是说 在讲到这个 信息化外语教学的时候 陈建林教授的 这个07年 他有一篇文章叫什么 辩析 两个中心的辩析 这篇文献经常会被人家引用 他引用的时候呢 可能引用了 陈老师的这篇文献 同时引用了B作者的一篇文献 就知道了这个领域当中作为桥梁作用的 或者衔接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的重要性的文献 这个叫高中心性 第三个 通过对高突现文献 高湿影文献 高中心性文献的根系 从宏观层面了解该领域研究的一个发展历程 要独辣 要独辣 刚刚我们看那个 用那个关键词 我们只要看这个关键词出现的品词就行了 但是我们现在主流做法 一定要去读那些高湿影的文献和高背影的文献 要深入地去读 你才能去得出一个结论 第四个 分别对各具类所涉及的高背影 高背影 高湿影的文献进行查阅与分析 了解各具类研究的知识基础和前沿动态 知识基础是什么 就我们刚刚说的 intellectual base 也就是里程碑式的 奠定这个行业基础的 最后 对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呢 进行归纳和总结 形成一个研究结论 那么这个是我们主流的一个做法 现在我们的主流做法是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用国外文献 就是这个套路 你们现在看 这个CK上面 用side space跑的那些论文 你们现在如果有 很多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去下载下来 他的套路就是这个套路 他可能选用其中某一点 他可能就做一个动态 他也可能就做一个研究的一个知识基础 也可能只做一个什么研究趋势 但是套路就是这个套路 一定是背影文献做具类 而不是用关键词做具类 好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 我这个是用 用我们翻转课堂 当时是应该是五月中旬 那是一个在某个学校做讲座的时候 我当时跑了一个用这个 flipped classroom 就是翻转课堂 反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flipping classroom 和 inverted classroom 这几个关键词 去搜到我们的 CSCI上的期刊文献 完了以后我们大家看 节点不一样了吧 刚才节点都是以关键词来做节点 现在不一样 现在以某一个人后面带一个年份 也就是文献做节点 跟前面那张图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节点类型变了 现在的节点类型是 背影文献的作为节点 好 我们翻过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我仔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我讲过了 最小生成树合并动画图 这上面就是 我们用MST的一个裁剪的方式 这个我略过 这个是应用的范围 各色圆圈标识为 高贡背影文献剧类的一个节点 然后表示学科的一个热点 前一 节点的颜色和厚度 大家看最上面这一栏 这个大家能看到吗 最上面有一条色带 不同的颜色 12年 13年 14年 15年 不同的颜色 看得到吗 那么这个颜色就在我们图中反映出来了 你看到下面图当中的颜色 对应一下 它那个不同的色块的宽窄 就表示这一篇文献在那一年当中 它背影的频次的多少 最上面这一条的颜色色带 就对应某一年 这个都一键生成 我再说一篇一键生成 很快 出来以后是这个样子 距离刚刚讲过了 它们如果是距离越近 说明它们两个共同背影用的是 那个频次越高 节点的大小与位置分别表示 研究多少和核心程度 各色连线首次 比如说这两个节点之间 不是有不同的颜色的线条来连接的吗 那么这个连线表示 首次共背影的年代 好 凸显点就是紫色 你知道图上如果看到紫色的话 就说明有某一篇文献有凸显 就有burst 也就是热点 某一年当中 某一篇文献突然成为了一个热点 我要去读那个 我要读那篇文上 为什么那段时间 它引用它的文章那么多 这个叫突现 好 这个就是 我什么都不动的情况下 我就是点了一个 cited reference这个键以后 跑出来的图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对这个图 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但这个还不能形成 我们后面的一个趋势 我就只知道 比如说张晶蕾老师的这篇文章 它的背语评次是最高的 就是我翻转课堂 只要讲到翻转课堂 那么张晶蕾老师 他的这篇文献出现的频率越高 大家基本上都会引用他这篇文章 那么其次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像钟晶蕾老师 和客康老师 这些都是很 引用评次比较高的这几个文献 只能 我通过这张图 我只能看到这些 还可以看到呢 不同的颜色 你想12年13年的 引用他的文章 不同的一个色块 我可以看到这个 但是我想研究这个 翻转课堂近几年当中 到底它的研究前沿 或者研究主题是什么 我们要跑巨类 对吧 我们刚才讲过要跑巨类 下面我们看 用巨类来跑 这个呢是 巨类当中的几个选项 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叫巨类 那么这个叫巨类来源 TKA 巨类来源是什么 巨类来源就是我们说的 那你说找相似点 巨类就是物以类聚嘛 那么以类聚总要有一个相似点 那以什么为依据 是吧 好了 它这个系统提供了三种 一个T T叫term term 第二个是主题 就是什么 关键词呀 abstract呀 或者title啊 这叫term 第二个P就是keywords 就是以你的keywords 如果有相似的 你就会聚在一起 第三个是A就是abstract 你如果用英文跑的话 它后面有个语义分析 这个就比较好的一块 就是说abstract那个syspace 是有个语义分析的 它通过你的abstract的不是 一个段落嘛 它会对段落 对在后台做一个语义分析 然后通过这个语义分析以后 哪几篇相似的论文会聚在一起 那么这个叫巨类来源 后面呢有三种算法 后面有三种算法 这三种算法呢 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们一般选中间这个LLR 这个最大自然的这种算法 好吧 这个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是操作层面 大家可以 如果有兴趣 你们可以跟那个出版社再联系 一般情况下 你再网上百度一下 能搜到吗 不过因为这个现在 争议也比较大 有些人认为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是那样的 就算法这一条来说 适合你的 你觉得符合现状的 这三种算法 哪一种最适合 就对了 没有 它这个算法最后巨类完了以后 只不过是最后显示出来的 这个标识词不同而已 对最后巨类的结果没有影响 好 这个是巨类以后出来的这张图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把星号再加数字的这些 也不是我写的 巨类跑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一点大家看看 你们觉得这个近几年 这个应该是012年开始 到19年 那么翻转课堂主要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0号 为什么不从1号开始 这个我也不知道 系统就是从0号开始 0号就是说明它 在这个巨类里面 包含的文献最多 我们用0号表示 好吧 0号1号2号3号4号 我们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一共有八个巨类 也就是九个 有九个巨类 也有九个研究主题 其中某几个可以合并 比如说高校课程 什么 微课程 有些东西可以合并 这个要根据我们大家 自己的一个看法 好 这张图 第一个 显示巨类节点 及标题词的一个图谱 巨类标识词显示的是 研究情言主题 巨类包含一组相关的节点 这里我们会看到 一二三四 有一些小数字 这些数字就表示 这篇文献是属于哪个巨类的 这个我就不讲 这个是一个图谱的数据的解读 这个我们今天不讲 对 每一个巨类里面都对应一篇 各节点对应一篇高背影的文献 比如说零号巨类里面 我们零号巨类讲的是微课 翻唱课堂里面 我们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微课 那么这个巨类里面 以朱宏杰老师 2013年发表的这篇文献为代表 然后呢 你像这个师生互动 可能就是以张经理老师 这篇文献为代表 就每一个巨类里面 会有一个代表性的文献 是个自动跑出来的 也是自动跑出来的 好吧 这个大家记一下 就这个巨类的名称 能够间接反映出研究前沿 对 巨类的名称也就是自动跑出来 这个带新号的这个叫巨类文献 它能够间接反映出研究前沿的内容 好 巨类跑好了以后呢 我要了解它的详细信息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具体操作我不讲 但是有一个叫巨类详细信息的查询 就叫cluster explorer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出来以后会有这么一个情细 这个大家看到 我们前面有八个巨类吗 不是 有九个巨类吗 那每一个巨类它的编号 size呢意思就是说 这个巨类里面有多少篇文献 比如说最大的这个有二十篇文献组成 这个是剪影度 那么都大于零点七 说明了它巨类效果比较好 相对比较独立 剪影度的意思就是 边界较清晰 一般大于零点五 在零点七以上更好 不能大于零点九 一般是这个概念 这个我们不讲 这呢就三种的巨类方式 三种算法出来的巨类词 好不好 我们以第二篇 好 这个是巨类已经有了 都是Excel表 包括你前面的图也知道了 但我要具体进去 比如说我对这个第二个 我勾了个第二个 它的 它的top terms应该是 我想想想看 我当时走的 第二个这个 flipped classroom application 这个 这个好像 就这个 这第二个 你看看 这个 这个啊 我现在是第二号巨类 就是虽然标是标的01 但是我要进二海巨类 也就是这个 这个巨类 也就是这个研究主题 主要是告诉我们 翻转课堂的应用 好吧 这个研究主题是翻转课堂应用 我要进去看 是怎么回事 于是呢 我就点开了 点开以后会有两个界面 第一个界面出现的叫 citing article 所谓的 诗语文献 citing article 用keywords做了一个 好 citing article 就出来以后 什么意思啊 citing article 事实上就是你刚开始搜索的近十年 你不是搜了近十年的 关于翻转课堂的文献吗 那么这十年当中 高背影的文献当中 跟这个有关的 你比如说第一个 Citing 2015年的这篇文献 我一定要读的 为什么 他就告诉我 我要做flip classroom的 这个application 诗语文献 代表了研究前沿 就是读这个东西 告诉我们 这几篇文献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想了解 应用 你必须要读这几篇文献 他会告诉你们 他现在应用的前景是什么 应用在哪里 用了哪些理论去应用 他应用是怎么样子的 应用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其中你看 这个coverage 0.29 也就是南阔最高的 就是这个 助治庭2019这篇文献 发表在电话教育 研究里面的这篇文献 你要讲翻转课堂的应用 这篇文献背影用的频率也高 而且它的覆盖面也最广 好 这个是背影 诗语文献 就是cited 还有一个叫cited 同样一张表 会有另外一张表 出来一个叫cited reference 那么cited reference就是 我们显示在最开始的上面 上面的节点就是cited reference 是吧 出来一个节点 那么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窗口显示的是背影文献 这些文献翻译的是知识基础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Flip Classroom的application的话 那么你需要从它追根溯源是吧 到底这个从哪里开始哪边是头 那么你看啊 有一些是00年的 这个应该是出错了 1900的这些都出错了 你看这个像2002年的杨开成的这些书啊 这些就是了解这个 这个叫做翻转课堂 它的应用这一块 你要是需要了解的 它的一个经典性的经典文献 好 这三条表示的 一个是frequency没问题 就高频率 frequency没问题 第二条叫burst 很遗憾 这个剧类里面没有出现burst 没有出现凸现的文献 第三个就是centrality 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桥梁作用 起桥梁作用的那么一篇文献 或者几篇文献 一般来说我们说只要大于0.01 我们就觉得它会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好吧 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那像这一组数据当中 像这一组数据当中 我们看到了是这个 0.25 那么离家后2014年的这篇文献 它经常跟别人一起出现 它经常 因为它的这个中心性比较高 0.25 所以它经常跟别人一起出现 引用它的时候 经常引用别人的 然后它呢 经常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 它到底讲了些什么 对吧 这个我们要去研读 这个离家后老师的这篇文章 看看这个研究领域里面 它具体 能反映出哪一些信息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 在这个叫 就像目前的研究范式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对具类的 具类中的文献的一个研读 也就跟原来传统做法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读文献了 而且要精准定位哪些文献是我们要读的 原来我们只做那个关键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共备的一个timeline的一个试图 那就刚刚我们具类完了嘛 具类完了我们现在要看什么 这个是它的一个操作 就是有一个graph view 后面选那个timeline那个 那个time zone都会讲一个time zone 好 因为我们这个翻译课堂比较新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它这个前期都特别少 也用到前面的特别少 一般都是00 只要是你用到1900年的都是出错了 数据出错了 那如果你是用那个英文web of science跑的话 就是这样 当我们可以看到 零号是关于微课 当时的研究 就是翻译课堂的一个研究主题是微课 那么这个微课呢 它这个研究内容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那么你看其中圈儿比较大的 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些文献 那么可以看到哪一个年份 最上面是年份 最上面是年份 因为里面某些文献出现了错误以后 所以这些是年份 导致了最早的年份是1900年 所以这个图出现了一点错误 那正常情况应该到六几年五几年差不多了 196几年1905几年差不多了 那么你会看到整个研究主题是怎么发展的 那么其中有哪一些是代表性的文献 那么用文字说明就是这样 研究进展时趋途 那这个上面是个文献年 那么巨类标识词表示的是研究热点 那么研究热点呢是会变化的 是吧 我们刚刚一开始也就讲了 可以做出下面的分析 第一个在哪些年份该巨类开始出现 既有了该巨类的第一篇参考文献 那你们如果用英文做的话 各位老师如果用英文做的话 那会很明显 从哪个年份出现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里都是1900 但是从那边可以看到 比如说课外这一块 这个是哪一年份出现的 你就可以看到 它第一篇文献是从哪一 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你们就可以把它认为 是它的一个经典奠基式的 代表性的文献 第二个呢 在哪些年份该巨类的成果开始增多 表现在什么 圈儿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在哪些年份呢 该巨类开始趋了 关注度降低 在整个巨类发展过程中 在哪些年份出现了 哪些标志性的文献 这些文献是怎么影响着 整个巨类的走势 如果大家能够 因为我这张图不是很清楚 你会发现这个线啊 比如说这个线是有连接的 它还可以跨 它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这个巨类里面 会有人线 它会跨到其他的这个巨类里面 这个就表示 它是怎么影响着 整个巨类的发展 和其他那个研究领域的一个连接 这个是研究这个一个timeline的一个试图 那么最后呢 是一个time zone的一个试图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那个 关键词剧类的事 我没讲到 没讲到 因为前面我们就 因为它事实上还有一个 就是时区的一个概念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叫timeline的预演图 就是某一个主题 它是怎么发展的 近十年二十年是怎么发展的 那么time zone呢 反过来立起来 把它立起来 某一年都出现了哪些主题 比如00年它出现了哪些主题 圈越大就说那个主题研究的人越多 然后01年02年03年04年 每一年都有哪些研究热点 而前面那张图呢 timeline呢 是这些研究热点 是怎么 某一个研究热点 是怎么从无到有到兴旺到衰落的 是这么一个改过程 而time zone 是某一年 哪些有哪些研究热点 这个是把它立起来 就把刚刚那个图把它立一下 就变成了一个时区图 那么它的文字说明是这样 就某一个时区中文献越多 说明这个时间段中发表的成果越多 该领域处于繁荣期 那么某一个时区中文献越少 说明这个时间段呢 处于低谷期 这个也是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么它现在我们的时区图做的不多 就是time zone的这个视图出现的不多 一般都是出现timeline 就是我们某一个研究主题 它是怎么发展 演见 演变的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不多 那么到这里呢 基本上 最基本的这个概念 跟大家介绍清楚了 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 后面 如果老师是想用side space 写文章 那么我们的范式呢 不仅仅就选于这个 它一般有 一般用这个 不是这样的范式吗 如果用side space 写一篇 叫什么 文献中树类的文章 我们一般是一个 文献量的年度统计 是吧 近十年来 我们这个领域相关的论文 有在这一个 画一个什么曲线图 机构有些什么人 作者有些什么人 这个用side space 也是一键生成 那么研究领域的 知识基础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叫知识基础 也就是它的 sighted reference 有哪些高影频的 高凸现的 还有呢 高中心性的 研究热点 就是burst 突然增多了 那几个文献 是吧 这个叫研究热点 和研究前沿 研究趋势 就是我们对这个 burst的一个预测 对burst的一个预测 好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主流的做法 主流的做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 再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的主流做法是 是这个做法 也就是刚刚我们再重新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又注意用什么 用背影文献做节点 这个呢 适合于中英文 中英文 就是你用web of science 就是用这个来做 就是这样 一路路 就是用什么 以人共背影巨类 形成共背影巨类的图谱 共背影时间 时间线的突 这个就是timeline 是吧 然后呢 根据上面要言 高凸现性 就是研究热点 你只要去看 看到这个burst 这个字就是研究热点 它是随着年度啊 时间啊 会不同的 不停的一个发展 高中心 还有一个呢 这个发展历程 是吧 对这些文献进行研读 去把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 下面一个支持基础 和前沿动态 最后最后 对上述数据分析结果 进行归纳和总结 形成研究结论 这块呢 是需要大家花点时间 也是我想 很多老师也应该 你要想做这方面的研究 肯定对这方面的 这个领域有所了解 一定是有所了解 那么SizeSpace呢 适用于哪些人呢 就是一个课题申报 今天讲得很清楚啊 大家申报的时候 想要写它的这个 什么 研究趋势 然后呢 对这个整个 学术的一个梳理 它的历史的一个梳理 是吧 研究热点 把握它的研究动向 这个呢 很有好处 一目了然 你只不过你要做的 就是读几篇经典 就出来的那几篇 经典文献而已 好吧 还有一类呢 就是 对某个领域 非常感兴趣 有些老师就说 看到这个也 最近好像 某一个话题 讲的很多 我对这个东西 很感兴趣 那么这些老师 也可以用SizeSpace来跑 跑完了以后呢 你至少知道 我要想进入这个领域 我要知道这个领域 现在在研究是什么 主要研究的热点是什么 然后我要进入这个领域 我要读哪几篇文献 对吧 不用去再问那些专家说 你告诉我几本书吧 或者 我应该读哪几篇文献 这样的老师 是适合用SizeSpace来跑 还有一类就是 再读博士或者再读硕士 可能也行 再读博士或者 特别是再读博士生 因为再读博士生 他要对整个行业 要有一个大体的 一个宏观的认识 你要读一千篇两千篇文献 确实这个难度很大 所以你用SizeSpace一跑的话 你就很快地精准定位 虽然它可能出现 十个到二十个 研究的主题或者内容 但是至少比你读 两千篇三千篇文献 即使你只读它的Abstract 要更能够精准地定位 到那些经典的一些文献 好吧 如果做博士论文之前 我估计得提前一两年的时间 去跑一下这个SizeSpace 至少要对这个领域 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好 那么 对 我们今天 趁下来 有什么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时间 那么接下来 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吧 好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 欢迎踊跃提出 谢谢 马老师你好 你好 然后我是来自四川的一个老师 然后可能问题有点浅默 你就这样分享 然后我做的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根据您刚才讲的 就是用Excel表示那个 keywords就是你的那个前二十位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Excel 是通过你的那个系统直接生成 还是自己做的 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前二十位是我节选了前二十位 它事实上后面有一百位 两百位都有 因为我之前有下过一个版本 好像是17年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这个自动生成 Excel 的在哪里 有个叫我现在也叫Export 刚才您有把那个 我没有把那个说出来 因为我今天下午不是在做这个软件怎么使用 我只是跟你告诉我 有一个输出CSV格式 对它不是我们传统的XLS格式 XLS不是Excel格式吗 它是生成一个CVS还是CSV 这个是可以用Excel打开的 然后的话就是说您之后讲的那些图 以及配合的那些解释 它都是自动生成的 而并不是您手动根据 比如它的频次是多少个 然后七十次八十次 然后您这样自动排序 都是它那个软件生成的对吧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疑惑就是那个 最小生成数合并网动画图谱 我在网上查的那个英文叫做Prime 就是P-R-I 有两种 这个叫剪裁 那么你这个涉及到应用层面了 就刚开始设定的时候 那个图啊 最下面呢 它有两种剪裁方法 一种叫Prime 不叫Prime 就是剪裁 一种叫最小生成数MST 叫Minimum Spanning Tree 有两种剪裁方式 那么通常我们会用MST这种剪裁方式 也有人用第一个叫Prime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叫Pathfinder 我忘了 叫寻镜 Pathfinder 有这么一个方式 这是剪裁方式的不同 这个剪裁方式到底是个啥呢 是这样啊 剪裁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用过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当时搜到了两千三千四千篇文献的时候 你会跑得很慢 你甚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跑完 它一直在那里 那里在那里动 我搜过五千篇 你搜给我 一般我们不搜五千篇 我们一般在一千篇上下差不多了 五千篇就说明你当时搜索范围太大了 是这样 它剪裁是这样 它是事实上 如果你数量多的时候 它会在那里不停地去跑 不停地运行 这个呢 既没有效也没有用 所以要用剪裁方法 它会把一些细枝墨鞋去掉 也就是它不会生出那么多小的枝叶来 它会主流的 它就会跑 所以你用了剪裁方式的话 它会大大缩短你系统的运行时间 又不会丢掉最主要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剪裁的方法 如果你的数据少 你比如说就三四百五六百 不需要剪裁 你如果大于这个数 你只要发现你这个电脑跑不动了 好了 说明你没有用剪裁 这个时候要用剪裁方法 谢谢 没事 还有哪位老师有问题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马牟听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掌握 他从介绍SizeSpace这个软件 然后运用各具体的案例 跟我们分析怎么样使用这个软件 并且告诉我们如何解读 我相信听了马牟听老师的这个报告之后 各位老师应该也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那今天下午的我们两场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在此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上午呢 我们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 也是我们的陈家班的大家长 我们的陈坚林教授 亲自为大家带来的 关于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这个名字 大家一听就会感觉非常的干货满满 也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参与我们的讲座 这个开局玩笑的话 如果错过了明天的讲座 应该是会有损失一个亿的感觉 谢谢大家